小朋友开心提起灯笼 展示方才自己的创意彩绘 这里是回龙岩显印祖师庙 为了庆祝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升 贵山区龙华礼办公室九号在庙前广场 举办宗教艺文庆祀活动 邀请大小朋友们一同来到庙里 体验彩绘灯笼 只脚起归 欣赏布袋戏等等 认识地方信仰 参与民众也觉得活动很好玩也很有意义 我第一次参加 个人还蛮高兴的 然后我昨天都没睡觉 因为我也是今天的活动 然后谢谢黄姐哥哥 这个活动 很好玩 纯纯文化的灯笼 活动很好 让小孩子了解一下 我们的传统文化 主办活动的龟山区龙华礼帐表示 这是社区首度在回龙岩 举办起归活动 并结合植树节和亲子活动来吸引人潮 一方面希望发扬在地信仰和传统节庆文化 一方面也希望能促进社区居民们彼此间的感情 凝聚对家园的认同感 发扬在地特色 让更多人知道龟山龙华礼 今天是我们龙华礼的宗教文化活动 藉由祖师公庙 还有土地公的生日 来推动我们龙华礼 让回龙地区 还有龟山的朋友 更知道 在回龙有一个龙华礼 今天早上呢 有植树节种樱花 背后有现在正在做的那个灯笼DIY 还有起归 起归是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次办理的活动 也希望说我们把这个文化延续下去 让大家更有感 让这个庙更兴旺 让大家知道说 宗教可以优化人心 去带动这个气氛 还有我们背后看到的布袋戏 那等一下大家就一起欣赏 一起观赏 当天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前来共享盛举 睽違多年的热闹场面 让一些在地骑老也很感动 里长表示 未来会继续和庙方共同办理活动 并与龙华科大合作 培训志工从事社区营造 希望借由这些努力 让在地男女老少都能认识自己家乡的故事 发扬在地特色 谢谢大家